电视剧《我的恶魔少爷》正在热播 剧中的明云原本是安初夏最好的闺蜜 但是由于极度心作祟 她却成了最讨厌安初夏的人 她讨厌安初夏比她聪明 而且家事又比她好 还有很多优秀的男生都围着她撞 明云明明很讨厌安初夏 但是表面上却假装跟她很好 对于明云的情况 安初夏很同情 为了帮助明云 安初夏不惜多次让韩其路帮助明云 因此让明云有了接近韩其路的机会 后来明云并用计谋 让韩其路抛弃安初夏成了自己的男友 傻傻的安初夏却不知道 一切都是明云的诡计 而且还但明云是闺蜜 好在有李生东的守护 李生东采放了明云的计谋 让韩其路跟安初夏再次复合 但心思狠毒的明云并没有放弃 后来韩其路失忆 忘记了安初夏 更不承认安初夏是自己的未婚妻 甚至还要远离安初夏 韩其路的失忆让明云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明云再次趁机接近韩其路 并且假扮韩其路未婚妻的身份 不过明云的计谋注定要失败的 当明云拿出手机上的照片 对着韩其路回忆着过去时 韩其路当场一眼就看出照片是假的 因此也明白明云就是个假冒自己未婚妻的冒牌货 对于明云这座人设 不少观众是一点也不喜欢她 甚至觉得她太讨厌了 那么对于明云这样的人设 你有什么看法呢